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徐甫 带你来看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韩国瑜的夫人李嘉芬 将在12月15号到洛杉矶访问 除了参加韩国瑜后援会的造势大会之外 当天还会举办加分讲堂 跟洛杉矶地区的海外青年朋友 以及留学生举行对谈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韩国瑜夫人李嘉芬女士 12月5日出发访问美国五个城市 预定12月15日到洛杉矶访问 韩国瑜南加州后援会表示 洛杉矶是美国的最后一战 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战 停留时间也是最长的 这一次我们是在Pacific Park Resort 就是在Hasanda High工业城那边 有差不多1800人的造势会 这个是重点系也是主要的 当然另外还有安排 我们请他跟洛杉矶地区的 年轻朋友留学生做座谈 这也是另外一个重点 还有呢我们可能会安排一下 他参访西来寺佛光山 佛教圣地 这也是海外侨胞的一个精神寄托的地方 所以加分女士也会访问 他也会跟桥界跟那个媒体见面 做一个国际的媒体记者会 向海内外侨胞报告 这次黄美的心得跟感想 洛杉矶的侨胞没有判到韩市长 判到他的夫人来替他在海外拉票 鼓励海外的侨胞回国投票 可以替他加分 替他这次的选举的造势 所以说我想海外的侨胞 尤其是洛杉矶的侨胞是很期待的 这次造势大会的日常券 预计有1800张每张10美金 韩国瑜南加州后援会表示 将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销售 销售方式会分个人和团体两种 每一个人限购两张 现场排队买票 每个人赠送矿泉水一瓶及包子一个 这次活动的个人票销售 将会在11月30日及12月7日 从早上9时到中午11时 团体票的领取将会在同一时间进行 地点在罗兰岗东方明珠中央广场 中听中望采访报道